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关闭了长达23年的中国驻苏玛丽大使馆 在苏玛丽首都摩加迪沙正式副馆了 你看 这就是新的中国驻苏玛丽大使馆 接牌仪式的这样一个现场 中国外交部的副部长张明和苏玛丽总统哈桑谢赫马哈茂德 正在为新馆共同来接牌 今天中国驻苏玛丽大使馆正式副馆 我们也愿意以中国驻苏玛丽大使馆副馆为契机 推动中所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 来造福我们两国人民 苏玛丽是第一个和中国建交的东非国家 50年前 周恩来总理首次出访非洲 就把苏玛丽作为一个非洲之行的重要驿站 上世纪70年代 中国向苏玛丽援建了贯穿其南北900多公里的公路 另外还有国家剧院 医院和体育场等等 这些设施曾经是东非最现代化的地标建筑 也是中所两国有益的象征 然而1991年苏玛丽陷入内战 中国驻苏玛丽大使馆被迫撤出 2012年随着苏玛丽联邦政府的成立 苏玛丽告别内战进入国家重建的历史新时期 中所关系的发展也迎来了新的机遇 今年的7月份中国驻苏玛丽大使馆的新任大使 维红天来到了苏玛丽 带队参与这个副馆工作 可以说中国驻苏玛丽大使馆的副馆 将为中所合作带来新的契机 也将为当地的华侨华人提供更多的服务和便利 再把视线的转向加拿大 我们来看 画面当中这只憨太可惧的大熊猫 名字叫做二顺 今年7岁 另外这只大熊猫名字叫做大毛 今年5岁 这两只可爱的大熊猫 去年才从中国的重庆和成都来到了加拿大 目前都居住在多伦多动物园 他们的到来 可以说是在当地引起了一股熊猫热 巨大的轰动 最近多伦多的华人还在为他们俩奔走筹款 因为这个二顺成功的接受了人工受精 已经显现出了怀孕的迹象 这是一件喜事 可是熊猫未来 怀孕分娩以及幼崽的保育费用等等 开销都是很大的 这对于非盈利性质的多伦多动物园来说 有些吃不消了 因此 最近中国驻多伦多总领馆 与多伦多动物园特地举办了一场国保慈善晚宴 当地华家华人通过这个平台为二顺筹集保育费 国保慈善晚宴最终为二顺筹得了十万加元的保育基金 希望在当地华销华人的悉心呵护之下 我们的二顺能够在异国他乡成功怀孕产下小宝宝 事件再转向巴西 来看 画面当中的这个小伙子的名字叫做赵阳 是江苏师范大学的一名大三学生 就在今年的五月份他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 什么呢 就是背上行囊参加国际志愿者项目去巴西支教 经过了三十五个小时的长途跋涉 遭遇了航班延误行李被盗等突发状况之后 赵阳在当地时间凌晨的四点抵达了巴西的包鲁 开始了他的支教生活 他负责校园的英语教学 同时也教授汉语 开设中华文化课 我们都知道巴西的犯罪率一直是居高不下 贫民区更是暴力和贩毒案件的高发区 而赵阳所任教的学校就处于一处贫民窟中 他常常会和枪支毒品近距离的接触 这些经历让赵阳也是非常的后怕 同行的人也告诫他 尽量在贫民窟里少逗留 但是赵阳不这么看 他说正是因为贫穷 孩子们更需要了解外面的世界 当享受中国传统习俗的时候 作为志愿团队当中唯一的一名中国人 赵阳还找来了舌尖上的中国里面的一些片段 配合着中国传统健身方法五勤操 让学校的师生都对中华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九月开学 赵阳已经返回中国继续自己的学业 他说这次之教让他深刻的认识到海外志愿服务的力量 他打算在学校为孩子们筹集善款 改善孩子们的学习条件 好 现在再聚焦英国来看 画面当中的这位女士的名字叫做李真鞠 今年五十多岁是英国一所华人律师事务所的负责人 最近随着2015年英国国会议会选举的临近 李真鞠和他发起的华人参政计划 再次受到了当地主流媒体的关注 据统计呢 目前在英国的华人总数已经达到了60万 成为英国社会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群体 然而在英国的华人似乎不怎么关心政治 这让李真鞠心里面非常的着急 有六十万多华人在英国 只有二十多万华人在英国是投票的 他们不投票就是没有外语权 正对这种现状 李真鞠发起了名为华人参政计划的项目 这个计划呢 也是得到了英国上下议院的支持 被誉为是英国华人参政大脑的李真鞠说呢 他从教育参与和代表这三个方面着手 提高在英国华人的参政兴趣 推动华人参与政治决策的过程 并将推举出一位华人政治代表 在他的推动之下呢 2010年共有八名华裔候选人参加英国大选 而这个数字在2015年英国国会议会选举当中 将会变得更多 实现再转向克罗地亚 今日2014年世界体操锦标赛刚刚落下帷幕 各国代表团齐聚中国南宁 而我们发现带领克罗地亚队参赛的竟然是一位华人 你看就是他 他的名字叫做黄卫东 今年47岁 作为克罗地亚代表团的团长 黄卫东带着五名男运动员和四名教练来到了南宁 你看一位华人 怎么就会带着一群克罗地亚的小伙子 千里迢迢来中国参赛呢 你有所不知 黄卫东是克罗地亚体操界的 那可是想当当的名人 目前是克罗地亚体操协会的顾问 在黄卫东年轻的时候 曾经是中国八一体操队的队员 还曾经入选过国家集训队 与体操王子李宁一同集训过 1990年在黄卫东快要退役的时候 他接到了克罗地亚一家体操俱乐部的执教邀请 于是决定去克罗地亚来发展 在黄卫东执教之前 克罗地亚的体操那是非常弱的 在黄卫东和其他教练的共同努力之下 克罗地亚体操可以说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 克罗地亚运动员获得了安马银牌 成为该国体操运动员 在世界大赛上取得的最好成绩 而这次来到南宁参加体操试锦赛 共有三人进入了单项决赛 创下了克罗地亚队参加试锦赛的最好记录 虽然黄卫东已经加入到了克罗地亚国籍 但却没有断掉与中国的联系 目前黄卫东已经退居体操教学二线 他开了一家旅游公司 为来到克罗地亚旅游的中国游客来服务 事业有成的同时 黄卫东还娶了一位克罗地亚的姑娘 如今还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 再把视线转向中国香港 我们来看画面 这是近日在香港维多利亚港 举行的新世界维港游比赛的现场 2000名游泳爱好者从香港岛出发 横跨维多利亚港到达对面的九龙 这个场面是非常的壮观 而在这2000多名选手当中 有一位选手是非常的抢眼 就是他 这位老人 他的名字叫做黄建明 今年56岁 当天他在25分钟之内就游完了比赛的全程 这对他来说其实是非常的不容易 为什么呢 原来黄建明四岁的时候得过小儿麻痹症 只有一条腿能够正常的使用 但一直以来他都在坚持游泳锻炼 2011年新世界维港游比赛开办 黄建明就在第一时间便报了名 在之前举办过的三届渡海游泳当中 黄建明没有落下过任何一场 而为了今年的比赛 他在赛前经过了长时间的准备和练习 这让他对完成比赛很有信心 今年的浪比较大 比较厉害 我在半年前已经准备了这个泳赛了 每一天每个星期都五六次练习 所以都能够参加这个比赛 其实我的信心都很强 再来看澳大利亚 照片上的左边的这位男士的名字叫做英明 右边的女士叫做王思静 他们是居住在西澳大利亚珀斯的一对华裔夫妇 最近原本着急卖掉自家汽车的英先生 突然改变主意了 不卖了 而已经商量好的买家也表示非常的理解 这到底发生什么事呢 原来就在前几天 这辆车竟然意外的成为了他们家宝宝的出生地 那天正在上班的英先生 突然是接到了正在家中待产的妻子电话 说快要生了 英先生立马是开车回家 将妻子扶上了车赶往医院 可是没想到从家中出发大业 也就是12分钟左右 王思静就发现孩子的头已经冒出来了 几分钟之后孩子就咕咕坠地 英先生连忙停车 身为医生的他 立刻开始清理女儿的身体 照料妻子的安全 然后才继续赶往医院 这也难怪 英先生如今已经完全打消了卖车的念头 他说 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保留自家孩子出生的地方 这太有纪念意义了 时线再转回中国 最近抗战题材剧《南桥鸡公英雄传》 在云南晚丁正式开拍了 那为什么要介绍他呢 因为这是首次通过电视剧的形式 反映二战时的华侨抗战史 南桥鸡公是抗战时期 东南亚各国华人子弟组成的 南洋华侨鸡公回国服务团 说到这个南桥鸡公 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 谁呢 著名的爱国华侨陈家庚先生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 昆明就成为了抗战的大后方 当时国民政府在昆明与缅甸之间修建了滇缅公路 成为了当时中国和外界联系的重要的一条公路 需要大量的司机抢运 军事物资和生产生活原料 东南亚华侨领袖陈家庚先生 在得知祖国需要大量汽车司机和修理人员之后 发出了公告 号召华侨中的年轻司机和寄工回国来参加抗战 从1939年开始 三千余名桥局海外的炎黄子孙 组成了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 远舍重阳冒着生命危险 从晚定入境 日夜穿梭在云南人民用手抠出来的这个滇缅公路上 有利保障了抗战生命线的畅通和抗战物资的供应 比起飞虎队远征军 南洋机工的知名度其实并不高 但是这些来自南洋的华侨青年 仍然值得我们永远的铭记 好 目光再来聚焦美国 我来看画面 照片上的这名面带笑容的女士 名字叫做林英 今年55岁 祖籍福建 是著名的美籍华裔建筑师 前不久呢 她获得了在艺术界 享有很高声誉的多勒斯和利利安吉诗奖 并且获得了30万美元的丰厚奖金 我来给您介绍一下她 林英出生于美国 是中国建筑师林徽因的侄女 她从小就对东方建筑有着浓厚的兴趣 并且很早就展现出了在数学 还有艺术方面的天赋 高中毕业的时候呢 林英被一路大学录取 成为了该校建筑学院的学生 都说出生牛犊不怕虎 只有21岁的林英 就以一张公募课程的作业稿 击败了1500件参赛作品 被选中成为 华盛顿乐战纪念碑的设计稿 随后呢 她又单纲设计了 位于亚拉巴马州的公民权利纪念碑 就这样 林英凭借着一个又一个作品 征服了越来越多的人 她曾经被时代杂志 列入50位未来关键人物 还获得了美国总统奥巴马 亲自颁发的美国国家艺术奖章 关于她的故事啊 也被拍成了纪录片 夺得了当年奥斯卡最佳纪录成片奖 如今她还是耶鲁大学的校董 林英说 她的成功来自于 和偏见陈旧的观念做斗争 不断地促进自我 从而得到了创新的灵感 我们期待 她未来带给我们更多 更具冲击力的设计 好 是现在转回中国 最近国家旅游局发布了一个提醒 由于近半年来 泰国捷亚航空公司航班多次发生延误 导致游客滞留事件 提醒游客谨慎选乘泰国捷亚航空公司的航班 9月底有235名中国游客 原计划乘坐泰国捷亚航空公司航班 由普及返回沈阳 因飞机延误游客滞留机场 这个航空公司一直没有解释 航班延误的原因 并且两次将游客从所安排的酒店 带到了机场 却不能如期登机 而像这样的事情 近半年以来已经发生了多次 给游客出行带来了非常多的不便 于是国家旅游局旅游质量监督管理所 提出了警示 鉴于泰国捷亚航空公司 发生的此次飞机长时间延误 导致游客滞留事件 建议留者谨慎选程 该航空公司的航班 目光聚焦德国 前不久在德国法兰克福举行的 2014年法兰克福书展上 一本跨超本《红楼梦》 引起了很多参观者的注意 据了解 这个跨超本《红楼梦》 不仅仅是一本传统意义上的书 它是建立在跨媒体 跨时空 跨文化 跨链接上的一种互联网数字出版模式 据了解 这一模式将会对纸质书 手机 平板 电脑 电子书等 智能设备进行全面的覆盖 好 再来看马来西亚 这张照片 今日在马来西亚引起了热烈的讨论 为什么呢 因为照片当中的海豚 就是17岁的马来西亚华裔少年 郭光良 前不久拍下的一张照片 他是当地一名潜水员 前不久呢 他在天鹅岛 替友人看管快请时 偶然看见海面上出现了一段鱼鳍 随后发现这是一群海豚 立刻用手机拍了下来 据当地渔民介绍 数十年前 在天鹅岛附近的海域 是经常可以看到海豚的 然而随着生态环境的改变 如今已经很难再见到海豚了 这次郭光良拍到的照片 证明了海豚种群的存在 也为当地的生态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视线再转向德国 经常往返中国和德国间的朋友们 大家要注意了 最近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在柏林和德国总理默克尔 共同主持进行了第三轮中德政府磋商 在这次磋商当中 签证便利化举措被纳入到了中德合作行动纲要 双方确认 以将短期签证审发时间缩短为48小时为目标 通过简化签证申请程序 加快签证审发时间 实施便利申请人的签证审发程序 另外还将为商务人员申请签证提供便利 增加多年有效和多次入境签证的发放 尽可能将长期性工作签证的审发时间 缩短到两个月以内 德国方面还考虑按照现行模式 在中国其他城市增设签证申请中心 以此来扩大面向中国公民的签证服务 目光再转向俄罗斯 从今年10月开始 中国国家旅游局驻莫斯科办事处 在莫斯科市谢列梅杰沃机场F航站楼二层 开设了中国游客咨询台 为赴俄罗斯的中国游客提供免费咨询服务 并且发放俄罗斯旅游实用信息的宣传手册 据了解咨询台自开设以来 每天接待游客大约是300到400人 发放的手册也是超过了上千本 好 今天的全球华人资讯就是这些 接下来走进华人故事 你看 画面上的这个打乒乓球的小姑娘 名字叫做索菲亚董 虽然他今年刚满16岁 却已经代表新西兰国家队打青澳赛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认识一下他 青澳村坐落在南京市新南方 在青澳会期间 这里居住着6000多名运动员和随行人员 这次青澳会 索菲亚董是新西兰代表队里 回忆一位乒乓球选手 虽然没有打进决赛 但能代表新西兰参加青澳会 索菲亚董非常开心 你手上这个是这次的吉祥物是吧 对 三天五天前证的 大家还没有掉下来 挺可爱的 在青澳村里 丝毫没有比赛的紧张感 在这里 索菲亚董不仅能看到世界各地不同的文化 还收获了很多好朋友 索菲亚董虽然今年刚才16岁 却已经赢得了多个 在新西兰举办的乒乓球比赛冠军 而这个新西兰的头号种子选手 和乒乓球结缘 就是源于一次巧合 那个时候我才捂着眼睛 有点近乎感觉 就是应该让她打一下乒乓球 那球动得挺快 让她眼睛 一个只是用打乒乓球 治疗眼睛近视的小女孩 是如何成长为新西兰乒乓球队的 投靠种子选手的呢 要了解这些 还要从这张照片说起 索菲亚董出生在黑龙江省武甘江市 五岁时跟随父母移居新西兰 在她的记忆里 离开东北老家的那天 天空飘着大雪 我们住楼前面有个很大的草地 下雪都是白的 我上完小学幼儿园 我们就陪我走回家 好了我们就做那种小的Snow Man 没有做到就做得很小 后来拿草当她眼睛和鼻子 我挺记住那个的 新西兰一年四季都不会下雪 来自飞龙江的索菲亚董 很不习惯 并且刚来新西兰的时候 索菲亚董不会说英语 也没有玩伴 因此整天闷在家里 也不爱说话 俗话说 知女莫如妇 看到女儿整天闷闷不乐 索菲亚董的父亲非常心疼 可那段时间 她的父母正忙于适应新工作 没有太多的时间陪女儿 为了让她结交新朋友 也为了给她治疗近视 就把她送到了乒乓球制约部 我小时候爸爸妈妈总是逼着我不打 他也逼着我去 去练球 后来我不高兴 我哭着 喊着他们也逼着我去 但是过了几年我就开始喜欢打了 后来还去过那么多 去过不一样比赛 见过不一样的人 开始更喜欢了 后来就自己喜欢打了 有了乒乓球这个玩伴 索菲亚董开朗了很多 也从乒乓球俱乐部 认识了很多好朋友 她的教练这样说她 这个小姑娘平时非常文静 可以打起球来 立刻像另一个人是能活护起来 看到索菲亚董练球那么努力 她的教练准备培养她 代表俱乐部参加比赛 因此对她格外严厉 那年是 今年后来我朋友 他们要出几个地方去玩 后来问我去不去 后来我刚开始把妈说我能去 结果两天就马上到那天了 我刚才说我们应该去练球 她说OK 之后就不让我去 就逼着我去跟我跳练练球 后来全球馆都黑 最后那一个台子有亮灯 我们来天天能练球呢 索菲亚董说 父母工作非常忙 很少陪自己 但只要自己参加比赛 父母肯定会到现场为她加油 索菲亚董都是在特余时间练球 为了赢得比赛资格 争取多一点时间和父母在一起 她付出了比同龄人更多的努力和汗水 因为我练球太多 就是没有时间学习了 所以我别人出去玩 时间我都在学习 有人走的时候 我想出去的时候不能 我就不要浪费时间 后来很多次 我上课的时候 我讨好听 上课中午吧 就吃饭时间 我就把作业快做完 后回家我能练球 由于自己艰苦的努力 索菲亚董获得了一次次 代表俱乐部打球的机会 在她11岁那年 参加了新西兰全国乒乓球锦标赛 这是她第一次参加全国线的比赛 看到父母在观众席上 索菲亚董非常想赢 可比赛分组的时候 她一看到对手熟悉的名字 心里顿时凉了半截 新西兰女孩我原来总是 对于那种重要比赛 我总是输给她那个 地下比赛跟她打我3比0就赢了 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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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感激 打完那场球 我觉得更多 confidence能赢 能赢 加仁 然后另一个女孩 我2比0落后 结果追上去了 最后我3比2赢的 我那场球打得很好 那场比赛索菲亚董取得了她第一个全国冠军 从那时起 她就开始代表新西兰参加大洋洲给第一大的比赛 这是我第一次出国比赛 这是去了哪个国家 去关岛 第一次出国比赛 那是第一次爸妈没陪在身边去打比赛吧 嗯 那次觉得孤单吗 或者是能适应吗 然后刚走的时候 我们在机场 马上哭了 有点哭 有点sad 有点不高兴 她到那了 可是那会有好多事干呢 有那么多人玩 就没有那么不高兴了 由于参加世界各地的比赛 索菲亚董的学习时间没有了保证 在她中考那年 为了让她安心读书 她的父母做了一个决定 那就是让她放弃打 ping pong球 爸爸妈妈就说 哎呀你不打了 你这么打你没有用 那时候我还天早上跳绳 那时候很不关心 我哭着球他们要打 而是我出去 现在外面跳一千个来回 跳绳的话 要是你这样怎么跳绳的话 你能让我打吗 那时候 然后我出去一个多小时就跳 最后跳完了 我活呆了 就开始打了 那男的呢 男的这个就是新西兰国籍 在新西兰 大多数乒乓球运动员的目标 是考上一个好大学 体育只是作为自己的爱好 而索菲亚董 不但打乒乓球 打进了青奥会 还考上了当地最好的女子高中 她又是如何兼顾 学习和练球的呢 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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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写的东西 我们得背下来 哦 还不少呢 挺多的 你这两天背了吗 背了 我刚才学过 是在复习 后来这是数学 这是我法语 哦 还学法语 索菲亚董明年就要考大学了 功课非常紧张 比赛结束后 别的队员都出去庆祝了 她还要打开平板电脑 复习功课到凌晨一两点 打这么长时间 有好多人 我知道 都估计比我打得好 都哪里都不打了 什么时候有次相 有次相 一次两次打得不好 他们就不打 放弃了 还是太忙了 可是我一直坚持打 后来最后能打到这个 一分冷配比赛是很好的 感觉是自己坚持出来的 由于经历了太多次比赛 经历了太多次的输赢 索菲亚董显得比同龄人 要成熟很多 这次能代表新西兰来中国 参加青奥会 索菲亚董非常开心 比赛之余 她还会用不流利的中文 给来自新西兰的队员们 当导游 带大家逛一逛南京城 相比于奥运会 青奥会更注重教育意义 和培养青少年的参与感 在青奥村里 索菲亚董最喜欢的地方 就是世界民俗文化展区了 这次来南京比赛 索菲亚董不但学习了 中国传统文化 还收获了很多新朋友 这些都是什么呀 徽章 这是我的国家的 后来我们国家能跟 多么三十个能跟 大国家花 然后平时装过这个 还喜欢这个 其实来一点的 是很喜欢的 索菲亚董说 自从离开老家黑龙江后 到现在 她一直都没有看到过下雪 这次来中国参加青奥会 是夏天 这个小小的愿望 还是没能实现 我想打那个 2018年的 Commonwealth Games 还有2020年 那个Olympi课 后来我真想 还在看一下雪 再看一遍 就好像真的没有看见 还很闲 我小时候 挺好玩的 索菲亚董说 明年等自己考上大学 放暑假的时候 一定要回老家黑龙江 重新看一看 自己童年记忆 那漫天飞舞的雪花 情告会结束之后 索菲亚董回到了新西兰 一边读书 一边继续练习乒乓球 她说乒乓球 已经成为了她 生命中的一部分 她会一直坚持下去 好 以上就是今天 华人世界的全部内容 感谢各位的收看 下期同一时间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